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向国会发出警告 到10月份的某个时候 美国政府将耗性资金触发历史性债务委员 耶伦在当天写给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的信中说 自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于8月1日恢复生效后 为规避突破债务上限的局面发生 财政部从当月开始已采取 诸如赎回联邦养老金计划中的某些投资 暂停新投资等非常规手段 以这种不借钱的方式 为政府筹措临时性融资 但如今 财政部所有能想到的非常规手段已经用光 虽然受疫情等复杂因素影响 还无法确定违约的具体实现 但留给美国避免经济灾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耶伦表示 到10月的某个时候 美国财政部持有的现金将耗尽 而届时 美国政府将无法履行其支付义务 如若国会届时再不采取行动 那么美国联邦政府面临的债务危机将是历史性的 美国政府又要破产了 在感叹之前 我们得首先解释下这个债务上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众所周知 作为一个全球性资本帝国 美国政府不可能仅仅只依靠税收来维持政府和社会运作 以自己的政府信誉为抵押 发行国债向全世界借钱才是主要手段 但问题在于 再怎么借钱也得有个限度 而债务上限就是美国国会以法律形式规定的 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合法借款 以履行其现有法律义务的总金额 那么触发债务上限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就不能再发行新的国债 政府仅可使用手头的现金和财政收入进行支出 包括支付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福利 军人工资 国债利息等 所以一旦美国政府现存资金不足 无法履行以上义务 那么造成的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先不说国债债务违约 这个要命问题带来的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 无法按时拿到工资和社会福利的美国民众的痛毛就足以把拜登淹死 而这就牵扯出下一个关键性问题 这个债务上限的额度究竟是多少 在2011年8月 美国国会规定的债务上限是21.99万亿美元 而非常不幸的是 截至今年7月31日 美国的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创历史的28.43万亿美元 毫无疑问 美国政府如今面临的债务危机那不是一般的大 既然已经超支那么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这一次是真的玩完了 如果你真这样想 那显然还没有摸到问题的实质 其实说白了 这个债务上限就是美国国会给自家政府上的一道紧箍罩 是一种人为的技术性限制 而既然是人为限制 那自然也就可以通过人为操作避免 在历史上 美国政府几乎每年都要碰到钱不够用而引发的债务上限问题 而美国国会也不可能就这么让美国政府彻底停摆 其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法 也因此具备了相当的妥协信息 提高上限 暂停上限 或修改定义 而2011年8月规定的 那21.9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就是新世纪以来 美国国会最后一次以提高上限的方式 规避债务上限问题 在此之后 都是采用暂停上限的方法解决 虽然规定了21.99万亿美元的上限 但从2011年8月开始 美国政府依然可以无限制地发行国债 再到2019年8月 美国国会通过2019年两党预算案 121.99万亿美元限额的暂停时间 延长至2021年7月31日 即从2021年8月1日起 不把支线超额的部分还清 美国政府不得再解薪钱 但问题的关键就来了 眼下正是拜登政府以政府大规模投资 来提振国内经济的关键时刻 根据拜登团队的规划 美国政府打算 以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 和3.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预算 来实现这一目的 所以在政府预算缺口 高达4.5万亿美元的关键时刻 你国会却说政府不能再借钱了 这帮国会老爷不是明摆着要让拜登难堪吗 再考虑到掌握法案通过大权的参议院 如今正掌控在共和党手里 拜登派出耶伦写这封信的意思 自然不言而喻 既然你们共和党要给我使绊子 那么我也把话挑明 不给钱就了条子 要死大家一起死 你们共和党自己看着办 说来说去 所谓美国政府10月份就要触发历史性违约 不过是拜登政府 为逼迫共和党向自己提头 而搞这个新闻噱头罢了 美国国会最后还是大概率 会以提高上限 暂停上限 或修改定义的老办法 来规避这一问题 但真正的问题也就在于此 不管是提高上限 暂停上限 还是修改定义 这都改变不了美国政府 债务总额越来越高的事实 而随着债务越堆越离谱 美国离真正破产的那一天 真的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吗 最后顺便说一句 据美国财政部8月16日的报告 截至今年6月 一向看好美国国债的中国 已经累计抛售423亿美国国债 而与此同时 中国4-6月的黄金进口量达到247吨 比去年同年增加232吨 这些数字的一减一增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望美国人自己三思 美国的人群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高收入阶层和利益集团 中产阶层 低收入阶层 低收入阶层本来就创造不了税收 疫情中还要发放更多的补助 而高收入的富人阶层和财团们 一来这些人控制着美国动不得 二来他们有无数种方式合法编税 不仅如此 美国现在害怕影响他们的资金流动 还指望着他们维护就业 反而还要给他们减税 甚至还得给他们发补助 买断其不良资产 变相输血 也就是说 美国的富人现在不仅不能给国家造血 国家还得给他们输血 这就苦了美国财政的主要来源 中产阶层们 看似收入不少 但是在资本盘剥和超前消费下 也剩不下多少钱 结果赶上了疫情 有一大批人不得不消解消费 甚至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就让中产缴税的能力大大削弱 而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债务远高于国家的这地批 想要解决债务问题 一直以来 无非只有两个办法 开源节流还债 或者就是借更多的债 拒还之前的债务和利息 办法虽然简单明确 但实施难上加难 第一种办法 别说美国 让国家部门销紧开支 放在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容易 更何况 美国在美元霸权下 不需要自己承担全部代价 这就更没有人敢提 人们都是为结果论的 想要真正解决问题的 王某会招来马鸣 就像当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时 民众只会将责任推给加息的人 而真正制造风险 并转移大量财富的人 却无人理会 所以美国财长 即便发出了警告 又能怎么办 节流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能举更多的债 财政赤字货币化 今天先别违约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至于开源 日韩这两个小兄弟 估计要被摊牌购买美国国债了 虽然这俩国家因为疫情也难 但是保护费还得交 另一方面 美国也在通过 设置最低税收标准 来收资本的税 但是在疫情下 各国都在救市 比这宽松 你找富人收税 富人就跑到 其他税收更优惠的国家 正常的财政收入无法开源 那么美国的债务问题 一旦严重到某个地步 就不得不启动 超发货币的方式环节 形成更恶性的循环 毕竟既得利益者 是没有国借的 他们能否赚钱 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美国的做法 这就让美国明知 经济发展已经旁视化 也不得不咬着牙跟进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